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月15日 耶稣基督在圣经里洪水常常象征了巨大的破坏势力 罪恶的力量 而如圣永里面说的 命令怒吼的海水到此为止的力量只属于天主 在懦恶的故事里 天主命令洪水消退 恢复了和平的景象 而象征是鸽子和橄榄枝 至今 鸽子和橄榄枝就成了世界和平的象征 旧约指向新约 在新约里 耶稣平息风浪及步行海面等都表现了耶稣的神性 只有耶稣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还可以深入地反省到 风浪可能是在我们心中 今天的我们会因为很多发生的事情使我们焦虑不安 可能是世界上的 国家的 家庭的或者个人的事情 我们很需要平安 外在的也更是内心的 但是我们怎么样找到内心的平安 我们小老百姓对世界或国家发生的大事没法控制 那我们就永远生活在焦虑和不安中吗 不是的 平安跟环境的关系不是最密切的 平安来自知道我往哪里去 也知道有能力帮助我的那一位牵着我的手一起走去 而在基督信仰里 征服风浪的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的目的地是天香 而且他许诺陪伴我们走到那里 很喜欢一首歌叫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你有空也唱唱吧 希望你在主耶稣身上找到世界无法给的平安 很好听的窝 所以